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十戒不可杀人 谈到不可杀人呢,我们就会谈到生命和死亡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谈死亡这个话题 让我们一起先来祷告 天父,我们要再次的来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 因为是因为你的创造,我们才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 感谢你不仅给我们肉体的生命 更给我们属灵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基督里可以永远的与你同在 愿主,你帮助我们使用这段时间能够认识你的真理 也能够从你的真理来认识生命和死亡 好,让我们能够面对死亡更加的勇敢 面对生命我们更加的珍惜 也更能够知道该如何活出一个有永恒价值的生命 掏你喜悦的生命 我们感谢你,求你实用保守这段时间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前面讲过啊 不可杀人这条律法 要求我们尊重并且保护生命 但人总是会死的 无论我们如何保护生命 都无法避免死亡 不可杀人的诫命 要我们保护生命 但是这条诫命并不能够消除死亡 因为一个人即使不会被别人杀死 最终他也会死去的 所以我们在保护生命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来面对死亡 死亡是我们很多中国人不太愿意谈的一个话题 我们不太愿意谈死亡 是因为我们对死亡的看法 通常是很消极负面的 所以我们会在感情上回避死亡这个话题 在我们中国人接受的教育中 死亡教育是非常稀少的 孔子有一句话 未知生,以安之死 就是如果活着的事情我还没有搞明白 我怎么能够知道死以后的事呢 于是我们就把眼光定睛在日光之下 从摇篮到坟墓 这几十年的人生就是我们所关注的终点 所以我们中国人都很注重活着 于华有个小说叫活着 后来也拍成了电影 就描述了这一种活命哲学 于华在有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 当你感受到活着就是活着 非常简单 当你拿起矿泉水喝的时候 你就是感觉到活着 当你说话的时候 你也是感觉到你活着 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 活着这本小说 在1993年的那个出版的自序里面 于华这样写 写作过程让我明白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这是于华所描述的一种人生观 那很显然我们基督徒应该不会认同这种人生观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赐的 我们活着不只是为了活着本身 我们活着是为了活着之外的更神圣而永恒的目的 但是我们所处的社会没有被基督信仰整体的来塑造 所以普遍的一种人生观就是这种活命哲学 就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的来认识生命 也重新的来认识死亡 因为即使人们回避死亡 死亡也会如期而至的 就算人们不想去思考死亡的问题 死亡也不会迟到 与其回避这个话题 不如勇敢的来面对死亡这个现实 我们刚才说于华 于华的活着描述了一种很普遍的活命哲学 我们很多人渴望活着 但是渴望活着 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敬畏生命 而只是因为我们惧怕死亡 所以你会看到在我们的身边 有很多不尊重人生命的事情 像前几年的小月月事件 像前一段时间在徐州被铁链捆锁的那位母亲的事情 这都显明了人们对生命并不尊重 但同时每一个人又都特别渴望活着 这说明人们对活着的渴望 不是因为我们对生命有多尊重 而只是因为人们惧怕死亡 所以人们努力的拖延生存的时间 渴望把自己和死亡的距离拉得远一点 但是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死亡不会因为我们逃避他 他就绕开我们 迟早有一天每个人都会遇到死亡 死亡会临到每一个人 所以智慧的做法不是回避死亡 而是趁着死亡来临之前去认识死亡 用积极的态度去预备死亡 最好我们还能够找到一个途径能够战胜死亡 所以今天我们要进行一堂死亡教育 要认识死亡 我们就首先需要回到圣经里来看一看生命是怎么回事 是什么构成了一个活人 我们下来看圣经 《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神造人的时候是用尘土造人 那尘土呢是物质材料 所以人也会有一个物质性的身体 你看组成人肉体的这个元素 这些化学元素基本上在尘土的当中也都能找得到 只不过分子链的排列组合改变一下 或者还有元素的比例改变一下 但是本质上都是物质的 所以神造人呢给了人物质性的身体 就是我们的肉体 他组成了我们人的基因链 组成了细胞 器官皮肤骨骼血液肌肉等等 但是人不仅有肉体还有灵魂 生气这个词 其实他在西伯来文的当中 是由两个词 两个西伯来文单词一起组成的一个词组 放在一起在这里表达的意思是表达有生命和气息 在真言二十章二十七节里面 就出现了其中的一个西伯来文的单词 在那一节经文里翻译成是灵 spirit 灵 那一节经文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检查人的心腹 于是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这句话的吕正中圣经一本翻译是有生命的活人 新一本的翻译是有生命的人 所以人之所以有生命 很显然不是因为人只有肉体 还是因为神给了人生气 那就是神赋予人的灵魂 人生命的本质其实是在于灵魂 这并不是说人的肉体没有意义 肉体跟灵魂联合在一起 构成一个完整的人 肉体是神所造的 灵魂也是神所造的 所以灵魂也是来自于神的创造 所以在创世之初 按照神的设计 一个人的生命就由肉体和灵魂组成 人的生命有物质的成分 也有非物质的成分 那么圣经里什么时候第一次谈到了死呢 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从这句话就看到 如果人违背了神的诫命 也就是说人犯罪了 那么死就会临到犯罪的人 如果人不犯罪 没有违背神的诫命 罪没有进入世界 那么人就不会死 死是怎么来的呢 很显然死是从罪来的 人犯罪的后果就是死 神在人犯罪之前 就已经事先把这个结果告诉了人 人是知道的 所以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 可以说这是一个死亡禁令 但是当魔鬼引诱人犯罪的时候 夏娃和魔鬼展开了一场死亡对话 之所以说这是一场死亡对话 不仅是因为这一场对话 他谈到了死亡 这一场对话发展到最后的结果 也带来了死亡 这段经文我就不给大家读了 大家都很熟悉 在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五节 就针对人吃了分别上恶书的果子之后 人会不会死 魔鬼和人 展开了一场对话 顺便说一句题外话 今天很多人也推崇一种包容的精神 要求基督徒要多聆听 要敞开心扉 聆听不同的声音 和不同观点的人对话 和不同立场的人对话 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大度 当然我也承认 在真理的范围内 我们可以这么做 也应该这么做 但是如果不加分辨的 对所有人的所有信息 都保持一个敞开的 不加设防的态度去对话 那么你不小心就被魔鬼的谎言 做迷惑了 魔鬼很喜欢跟人对话 当然今天魔鬼不会用 在伊边园里的那条蛇的样式跟人对话 魔鬼有他的代言人 所以基督徒跟魔鬼的代言人对话 魔鬼是很乐见其成的 起初人和魔鬼对话 这就是一场死亡对话 他们不仅谈到了关于死亡的问题 这一场对话也引发了人犯罪 最终导致了人死亡 我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和不同立场的人对话 我只是说 在对话的时候 要很小心 哪一些话该听 哪一些话不该听 我们要拿真理去分辨 好 回到死亡的话题上来 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 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 罪又是从死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死亡的来源 死是从罪来的 回到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死亡 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圣经里谈到了三种死亡 灵性的死亡 肉体的死亡 还有永远的死亡 也叫做第二次的死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灵性的死亡 是指人的灵魂与上帝隔绝 或者说人的灵魂与上帝失去了团契与交通 对上帝没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回应 肉体的死亡 是指灵魂与肉体的分离 永恒的死亡 就是第二次的死 是指人在地狱中永远的被上帝弃绝 我们先来看灵性的死亡 在以夫所书二章一到第五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 他叫你们驳过来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被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你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这里谈到的死 很显然指的是灵性的死亡 因为你看起来这个人好像还活着 他的肉体还在活动 所以他可以放纵肉体的私欲 还凭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他还可以做一些的事情 看起来肉体还是活着的 但是本质上 在属灵的生命上 他已经死了 所以第一节就说 死在过犯罪恶中 所以这是一种灵性的死吧 神说不可吃分别上人书的果子 吃的日子必定死 当亚当夏娃吃了果子 他当天肉体没有死 但是灵性上其实死了 他们失去了和神之间 那亲密相交的关系 罪是亚当夏娃和神的关系 产生了阻隔 所以他们犯罪以后 就惧怕神 躲避神 肉体的死亡 指的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 当然在医学上 有一些指标 比如说心跳停止 脑电波归零 呼吸停止 脉搏停止等等 肉体的死亡 是因为灵魂与肉体分离 当灵魂与肉体分离之后 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生理指标 也会发生改变 在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 有一个单词 这个词呢 可以被翻译成灵 也有风的意思 在创世纪一章二节说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那个灵就是这个词 在创世纪六章三节 神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 那个灵也是同一个词 当这个词用在人的身上 有时候被翻译成是气息 在中文里翻译成气息 那这个气息这个词呢 用在人的身上 很显然他指的不是人呼吸出来的二氧化碳 而是指人的灵魂 灵魂 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 不仅给人肉体 也给人灵魂 那在新约圣经里 也有一个希腊文的单词 他也有气息 也有灵和风的意思 有时候也被翻译成气 比如说在马太福音27章第五十节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 这里面的气这个希腊文的单词 中文翻译成是气 很容易让我们想到 就是耶稣停止呼吸了 但是气这个词对应的希腊文单词 其实用的是灵这个词 所以吕正中一本呢 就直接把这句话翻译成是 耶稣又大声喊叫 就把灵交放了 所以根据圣经 肉体的死亡 就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 那当灵魂与肉体分离之后 会伴随着一些生理现象的变化 比如说呼吸停止 心跳停止 脑电波停止等等 而这一些医学上的生理指标 和是灵魂离开身体而导致的结果 但是医学无法探测灵魂离开肉体 所以医学只能够探测一些生理指标 但是人是上帝创造的 对人的生命的这个原理 有最深入了解的 那就是上帝 所以上帝的话语 就告诉我们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是灵魂与肉体的分离 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经文都描述到这件事情 我列在这里 就不给大家一一来读了 那么人的灵魂和肉体分开以后 灵魂如果是已经信耶稣的话 那么灵魂进入乐园与主同在 如果是没有信耶稣 那么灵魂呢就降在阴间 但是将来人都会经历复活 复活以后会有审判 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就说 行善的复活得生 作恶的复活定罪 将来呢我们人都会复活 但是复活以后的结局还不一样 如果已经重生得救了 那么他复活以后 进入到与耶稣基督永远同在的荣耀里 如果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 那么复活以后将会被接受审判并定罪 然后在硫磺火湖里承受第二次的死 那就是永恒的死亡 就是永远的被上帝弃决 所以我们最后看永恒的死亡 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三到十五节 还有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 都谈到了第二次的死 就是在硫磺火湖当中 永远的与神隔绝 就是永死 永死指的就是末日审判之后 人在硫磺火湖中永远的承受神的愤怒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地狱的结局 但是得救的人身体会复活 当然也就是灵魂和那个复活的身体 又联合在一起 最终进入新天新地 所以说永死并不是说永远的不存在 也不是说没有知觉 而是永永远远的承受神的愤怒 永永远远的被神弃绝 所以永死是一种有知觉的 无穷无尽的绝望和痛苦 因此地狱是一个很可怕的结局 主耶稣知道地狱是何等的可怕 所以他才愿意用他自己的生命 来代替我们付伤代价 拯救我们免去那地狱的刑罚 如果地狱的刑罚是不痛不痒的 或者像有些人所说的地狱不存在 那么耶稣就根本不需要来到世界上 用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了 正是因为地狱里面的痛苦是永恒的 是无尽的痛苦 所以才需要那位无限的神的儿子来 为我们代数 我们才能够免去那地狱的刑罚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主耶稣基督的救赎 他如何改变了这三种死 或者说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 对死亡有怎样的影响 首先 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了永恒的死亡 免去了那第二次的死 那么这样的祝福可以临到所有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天撒龙一家前书第一章第十节 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 就是他从死里复活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 耶稣要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神的愤怒 因为将来神的愤怒会倾倒在永恒的地狱里 然后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说 现在既借着他的血称义 就更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根据启示录我们就知道 将来的硫磺火湖是承受神愤怒的地方 灭亡并不是像人死如灯灭一样就不存在了 灭亡是永远的承受上帝的愤怒 是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 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的罪 代替我们经历了被父神弃绝的痛苦 代替我们承受了父神的愤怒 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 就免去了那将来神审判的时候 所倾到的愤怒 免去了那地狱的烈火 所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 我们不是被神定罪 乃是被神接到他的同在中 我们的结局不再是永死 不再是灭亡 那是永生 第二主耶稣拯救我们脱离灵性的死亡 圣灵让我们可以重新活过来 所以刚才读的以夫所处二章一到五节 谈到了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中 这是一种灵性的死亡 但是他叫我们活过来 三个议题的上帝借着救赎的工作 让我们能够活过来 所以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说 神既有丰富的怜悯 就因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所以我们因着圣灵的大能在基督里重生 但是我们基督徒仍然会经历肉体的死 除非当我们在还活着的时候 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被提 在空中与主相遇 否则的话 我们就会经历肉体的死亡 死亡以后 将来有一天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 那么如果不是经历一些意外的事故而死亡 正常的话 大部分人是经历了衰老 或者疾病导致死亡 所以在肉体的死亡这个结局上 基督徒和非信徒我们是都会经历的 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会复活 会得到一个不会衰残 不会犯罪 不会有疾病 也不会再有死亡的身体 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耶稣就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在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也更具体的谈到了将来身体复活的真理 而且在末日 死亡也会伴随这个旧造的世界被销毁 当新天新地取代这个旧造的堕落的世界的时候 死亡也会被彻底的消灭 七书二十章十四节说 死亡和阴间也要被丢在活壶里 那这活壶是第二次的死 死将来也会死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说 静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所以死亡是可以被打败的 而且也必定会被打败 只是在今天 这个还没有被彻底更新的这个旧造的世界里 我们的身体还是会经历死亡 但是我们知道死亡不再是终点战 死亡不是最终的结局 死亡是我们进入荣耀的中转战 或者说死亡像是一扇门 穿过了这扇门 我们就进入了与主同在的天堂 我们更盼望将来有一个荣耀的复活 进入完美的新天新地 所以死亡是摆脱现在这个伺好的身体 等待将来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 不朽的荣耀的身体 死亡是离开现在这个充满罪恶的堕落世界 进入一个没有罪恶的圣洁光明的完美国度 所以我们无需惧怕死亡 也不需要逃避死亡 那么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我们还要活着呢 既然我们发现了死亡的意义 为什么我们仍然珍惜生命 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因为我们不仅明白死亡的真相 我们也明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该有的目的 所以我们就根据上帝的话语 来建立正确的生死观 我们知道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那么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呢 我们以前讲过 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上帝的形象 一方面从本体论的角度 我们之所以是人 是因为我们有人格属性 上帝把一些可传递的属性给了人 比如说理性情感 意志 道德 想象力等等 所以一个人之所以是人 不是一个动物 是因为人 他有人格属性 当然每一个人 他的智力水平可能不一样 他控制情绪的能力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们并不能够用量化的标准 来衡量某一个人 他具有的神的形象是多是少 因为神的形象是不能够被量化的 另外就是神的形象 他也可以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 就是神让人来治理这地 管理其他的受造物 所以一个人的生命之所以有价值 是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 但是我们不要用量化的眼光 去衡量某一个人 具有的上帝的形象多还是少 上帝的形象是不能够被量化的 我们也不能够用一种实用的 或者功利的眼光去衡量一个人 具有上帝的形象多或者少 不能够用一个人对这个社会做的贡献大小 来评估这个人生命的价值 因为就算一个人他生下来 他残疾 他不能够工作 他什么事也不能做 那么至少他从本体论的角度上来讲 他仍然具有人格属性 而这种人格属性 他是不能够被量化的 我们不能够用金钱 不能够用创造的财富 不能够用智商的高低 来衡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 因为无限的上帝 他赋予人的 他的形象是不能够用经济 或者其他的数字化的指标来衡量的 所以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可以被估量的价值 所以我们依据圣经就可以建立正确的生死观 第一点就是生死皆有益 菲利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当我在肉身活着 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 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 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一种很清晰的生死观 活着和死亡都有他的意义 我们不惧怕死亡 但是我们也不厌倦今生 我们仍然充满热情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有目的的 是有使命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 保罗就看到上帝让他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要让他建造教会 来拓展神的国度 来传讲福音真理 是为了神的儿女得到益处 所以他愿意活着被上帝使用 在这个世界里来为主做工 这就是他的人生目的 所以为了上帝的旨意 我们需要活着 那如果有一天上帝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那就是我们在上帝的旨意中 完成了我们该完成的使命 上帝把我们取走 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经历肉体的死亡 那就把我们接到一个更美的家乡 那到了那天我们就欣然离去 但是这一个死亡的时间是上帝在掌管的 主权在上帝的手中 所以我们或生或死都应该顺服主的旨意 所以我们不惧怕死亡 甚至我们更渴望死后 那个更美的家乡 但是我们并不主动的寻死 所以我们不自杀 因为基督徒的人生观是积极的 生活态度是积极的正面的 是充满活力的 我们面对生活 我们有热情 面对死亡 我们很淡定 很勇敢 那这就引出了另外一种重要的人生态度 就是我们也不贪恋今生 所以我们的人生观 不是像于华所写的那种活命哲学 活命不是我们最高的目的 遵行生的旨意 要比延续肉体的生命更重要 就像起书十二章十一节说的 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建定的道 他们虽之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为了耶稣基督做见证 我们甚至不怕死亡 愿意放弃我们肉体的生命 为主殉道 因为我们不贪恋今生 这就是历史上很多殉道士 有勇气 为主而死的原因 必要的时候 我们应该为了信仰 而舍弃肉体的生命 因为我们不贪恋今生 我们不需要牢牢的抓住今生 为了延续肉体的生命 而不择手段 我们有更高的追求 活着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 如果遵行神的旨意 会让我们去死 那么我们就情愿去死 当然了 我们也不轻视身体的健康 因为我们的身体 也是上帝所造的 特别是对于基督徒来说 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也应该 照顾好身体的健康 不要虐待自己的身体 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你有适度的休息 这样的话可以更长久的为主做工 成就神的旨意 那么暂时的休息也是必要的 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 保罗就劝诫提摩太可以稍微用点酒 为的是要调养他的身体 因为他的胃口不轻 屡次患病 所以就让他能够照顾好身体的健康 约翰三书第二节也说 我愿你们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这两节经文都谈到了身体的健康 基督徒不惧怕肉体的死亡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为主殉道 但是我们也不轻视身体的健康 在不需要为主殉道的情况下 照顾好身体的健康 为的是更好的为主做工 但是我们不只是照顾身体的健康 不只是忙着健身 我们也更重视追求属灵生命的丰盛 去呵护我们的灵魂 让我们的灵魂变得更丰盛 布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 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死一天 内心 这个词指的就是我们 里面的那个属灵的新生命 要一天心死一天 提摩泰前书第四章第八节 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唯独敬钱凡事都有益处 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比我们肉体健康更重要的是我们 灵魂的丰盛 很多的人都很注重健身 如果每一个人都把用那种健身的精神 去对待自己的灵魂 那我相信很多人的属灵生命一定会更丰盛的 其实一个人就算是 有最好的健身计划 吃最好的有营养的东西 他也无法阻止身体的衰老和死亡的来历 但是我们基督徒衰老的过程 也应该是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变得更丰盛的过程 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变老而没有变得成熟 刚才我们也谈到神给我们活着的体会 是为了让我们参与到拓展他国度的工作当中来 让我们做福音的使者 做教会的肢体 去发挥 他让我们发挥的功用 来成就一个国度的计划 所以我们活着是为了永恒而活 听保罗晚年的时候写的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 我现在被交电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进了 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所以我们在接近死亡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是消极的等死 而是积极的活出永恒的价值 为我们在永恒里预备不朽的冠冕 我们不是只享受今生 而是利用今生来为永恒而活 而且那公义的冠冕 不只是为保罗存留的 也是为所有爱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存留的 愿你和我都成为这样的人 所以依据圣经 我们建立起一个正确的生死观 我们就可以很从容 很坦然的面对死亡 我们的人生观也会变得很积极 目标很明确 能够活得很有热情 很有使命感 所以孔子的那句话就显得很荒诞 孔子说 为之生焉之死 意思就是说 我连怎么活我还不知道呢 何必要谈死后的事呢 但事实恰恰相反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为之死 焉之生 如果我们不知道死后的事 我们就无法知道该如何活着 因为我们活着的过程 就是在接近死亡的过程 如果我们不知道死亡的那个帷幕之后 是一片美丽的风景 还是万丈悬崖 那么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人生的这条道路 该往哪个方向走 因为你不知道终点站是悬崖 还是风景 我们总是要先给自己设定一个目的地 然后才开启一段旅程 否则的话 就是漫无目的的流浪 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 到处乱撞 或者像一个迷路的羔羊一样 走完了人生的道路 发现走错了 追悔莫及 所以一定要先知道死 然后才能决定我们该如何生活 既然我们知道有一位上帝 我们最终要向这位上帝交账 那么我们这辈子就应该 为他而活 按照他所制定的人生的法则去生活 既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预备了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 那么我们就应该跟随他走在这一条通往天国的道路上 尽管这一条路是一条窄路 走的人少 但因为他的终点是美好的 所以我们还是不随波逐流 不随大流 反而是敢于与众不同 去走在这一条通往天国的窄路上 所以死亡观决定了我们的人生观 那么有了正确的生死观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是 当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亲人 在面临死亡的时候 如何做一些比较艰难的决定 在什么情况下放弃治疗 在什么情况下尽力抢救 在如何在死前做一些艰难的抉择 首先呢 让我们来澄清两个概念 一个是杀人或者叫杀死 英文是killing 另外一个概念叫做letting die 就是任由一个人死去 我们来区分这两个概念的不同 杀死或者杀人 killing是主动的采取行动 导致一个人死亡 而letting die就是任由一个人死去 是消极的或者被动的 不积极主动采取一个行动让人死 但是呢也不阻止一个人的死亡 那么当一个人是被杀死的 那么这个人他死亡的原因是 别人采取的一个主动的行动 而letting die就是任由一个人死去 那么他死亡的原因不是由于别人的某个行动 而是因为他已经有的某种疾病或者受的伤 或者是身体自然的衰竭 我们谈到了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 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讲 让我们禁止杀人 从积极的意义上让我们学习保护生命 那么我们前面谈过 不可杀人包含了禁止蓄意杀人 也包括要避免无意中的误杀 那么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 我们应该保护生命 可是任由一个人死去 letting die 这种情况很复杂 在某一些情况下 任由一个人死去 是等同于杀人 违背了不可杀人的诫命 但是在某一些情况下 任由一个人死去 又不违背不可杀人的诫命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人遭遇车祸 他伤势严重 救护车迟迟不能赶到 你在现场无能为力 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去 甚至你也被困在那个车里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救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任由他死去 这个不属于犯罪 不属于杀人 你不需要承担道德责任 或者一个年长的人 他已经身体衰竭 没有办法医治了 用药也没有办法维持他的生命了 那只能够任由他死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这个也不属于杀人 那么在另外一些情况下 任由一个人死去 就等同于杀人 John Frame在他的 《基督徒生活的教义》 这本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说有一部电影 里面有一个人 他为了继承叔叔的一笔巨额的遗产 他眼睁睁的看着在病床上的叔叔 在疾病中痛苦的挣扎 他就是拒绝给他的叔叔送药 尽管他的叔叔哀求他 他就是不给他的叔叔送药 就眼睁睁的看着他叔叔在痛苦中死去 如果他把药给他 那么他是可以让他叔叔继续活下来的 但是他就是不给他药 就让他死去 那么这很显然 这就等同于杀人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任由一个人死去 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呢 在以下这种情况 而且同时具备以下这两个条件 我们不应该任由一个人死去 或者说我们有道德责任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 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 第一就是这个人明显有被挽救的希望 第二我们有能力去挽救他的生命 当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任由一个人死去 而应该去挽救他 但是在以下情况当中 满足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为了任凭一个人死去 而承担道德责任 第一是这个人的生命的确没有被挽救的希望了 第二这个人他主动要求放弃治疗 我们想去说服他 也无法说服他 他坚持要放弃治疗 第三我们没有能力去挽救他的生命 那么在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下 那我们任由一个人死去 我们不需要承担道德责任 然后我们再来区分三个概念 首先一个是自然死亡 这里的自然死亡 当然也包括因为疾病或者意外事故而造成的死亡 另外一个是主动的死亡 现在在医学上主要是用安乐死的这个技术手段 来主动的结束一个人的生命 还有一个与这个安乐死相反的一个就是拖延死亡 拖延死亡的时间 安乐死它导致一个人比自然死亡的时间更早的死去 拖延死亡则是导致一个人比自然死亡的时间更晚的死去 我们先来看安乐死 安乐死这个英文单词 它是有两部分组成的 EU这个开头呢 它是有快乐的意思 然后后面这个词呢 它是希腊神话当中的死神 放在一起就是快乐的死神 但是安乐死 不管是中文翻译还是这个英文单词的这种意思 都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好像觉得有一种死法可以死得更安乐 但事实上不管用什么措施 死亡都是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自然死亡 如何来定义自然死亡呢 我也用张立明医生在他做的一个伦理学讲座上给自然死亡的一个定义 因为我不是学医的 所以我就把张立明医生的这个定义把它借鉴过来 他说自然死亡是指按照病人的意愿 就是病人有自主性的这个情况下立的意愿 不使用高科技或者可选择的维生方式来延长疾病末期状态的宾死阶段 让疾病因自然进行而死亡 但绝不加工致死 也不减少必须的或者普通的医疗照顾 就这样自然而然的死去 那么也就是说自然死亡 它具备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是这个疾病已经进入到晚期 病临死亡的阶段了 第二 不使用额外的技术措施来加速他的死亡 但同时呢 也不减少一些必须的和正常的医疗护理 第四 也不使用额外的技术手段来拖延死亡的时间 就是让他的身体随着疾病的自然发展而死亡 那么按照基督徒的生死观 自然死亡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圣经里说生有时死有时 我们知道肉体生命迟早会离开这个世界的 神掌管一切 也掌管我们死亡的时间 所以自然死亡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们并不惧怕死亡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拖延死亡的时间 拖延死亡则是用人为的手段 让一个人死的比自然死亡的时间还要晚 就是让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能死 通常啊 当人们对死亡之后的永恒世界没有把握 只对今生有把握 那么这一种的死亡观念 会带出一种拖延死亡的倾向 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 那我们的生死观 会让我们可以很坦然的接受自然死亡 而不需要去拖延死亡 而安乐死呢则是用人为的手段 让一个人比死的要比自然死亡的时间更早 所以在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我们要思考生和死的主权 到底是由谁在掌管 是谁有这个权利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答案是上帝 当然是上帝掌管每一个人的生死 让一个相信无神论的人 一个不相信有永恒世界的人 他面对死亡的时候 或者面对自己的亲人的死亡的时候 会努力的用尽一切的手段来 延缓死亡 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背后的动机是想要由人来掌控生死 其实安乐死 也是想要把死亡的主权交在人的手中 人来决定一个人什么时候可以死 所以安乐死一旦合法化 将会导致很多很多的伦理危机 这个可以大家课后慢慢的来思考 如果由人来决定什么时间死 痛苦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让他死 那么这个标准怎么定呢 谁来定呢 一个病人如果只是为了减轻痛苦而选择安乐死 其实本质上来讲这是相当于自杀 因为自杀的人也是因为觉得自己活得太痛苦 想要减轻痛苦 所以就选择死亡 但痛苦到什么程度 他就可以死呢 痛苦到什么程度 法律就可以允许他来死呢 每一个人承受痛苦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是意志薄弱的人 就可以因为自己的意志薄弱 就可以早点的死去 背后的一个根本问题还是 人又没有这个权利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掌管自己的生死 答案是生和死的主权在神的手中 而不是在人的手中 拖延死亡 在现实当中 很多时候是因为家属 真爱这个亲人 这种心情 这种情感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现实当中 有一些情况下 让一个人 不能够按照自然的方式 离开这个世界 用各种可能有的手段来拖延死亡 其实让这个人的身体经历很多的摧残 其实这种拖延死亡 在某一些的情况下 其实反而是不人道的 是让那个人经历了更多的折磨 根据我们前面谈到的生死观 其实我们不需要拒 我们有了耶稣基督 我们就不需要惧怕死亡 如果神命定我们死亡的时间到了 我们就安然去世 我们不需要眷恋今生 我们不需要拖着不走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生命 可以被挽救的话 那么就应该尽力的去挽救这个生命 那么问题就是说 如何去拿捏这个尺度 什么情况下应该努力的抢救生命 什么情况下 再努力的抢救生命 就属于拖延死亡了 那么抢救生命和拖延死亡 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首先我们来看 抢救生命 是指使用有效治疗来挽救生命 如果生命有被救活的这个希望 我们应该去尽力的抢救 而拖延死亡是使用无效治疗来延缓死亡 一个是治疗是有效的 一个治疗是无效的 如果治疗是有效的 那么就应该竭力的抢救生命去治疗 如果这个治疗是无效的 那么病人或者家属放弃这种无效治疗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什么是无效治疗呢 那这就涉及到很多在医学上 具体的一些的分析和判断 在这里我们就无法下一个很精确的一个定义 放弃无效治疗 通常是属于自然死亡的这个情况 是可以接受的 放弃无效治疗的动机 应该是我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上帝 我们相信上帝掌管这个人的生命 放弃无效治疗这个不等于杀人 那这两者是不一样 放弃无效治疗的动机是 我们相信生命的主权是由神在掌管 而自杀或者杀人的这个动机 是人来掌管生死的主权 放弃无效治疗 那种情况下一个人死去 他的死因是因为疾病或者是衰老导致的这个生理功能的衰竭 这些自然因素 而自杀或者杀人 他的那个导致的那个死亡的主要原因 直接原因是人的这个主动行为 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放弃无效治疗呢 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医学问题 每一个人他面对到这个疾病的状况 还有身体的这个状况 因容而异 每一个情况可能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统一的 适用于所有情况的一个具体的答案 但是我引用张立明医生 他在这个伦理学讲座当中的一个观点 放在这里供大家来参考 说放弃治疗的三个条件 第一是病人或者家属同意 第二有明显的医学证据 证明这个病人的死亡已经临近了 第三 病人的这个病死期 目前还是在被特殊的医疗方法拖延着 但现实情况是很复杂的 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说出一些 适用于所有人的更具体的答案 只能谈一些大的原则 具体的情况 大家还需要根据实际的处境 根据疾病的状况 根据医生的诊断等等 很多的条件来做判断 我们再谈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对待植物人 有些人进入到了植物人的状态 我们该如何对待呢 首先植物人仍然是人 失去部分的生理功能 并不等于说他就完全失去了生命 他仍然没有失去生命 灵魂还没有离开肉体 所以还会有一些生理特征 至少在医学上还不能判定为死亡 因为他还没有失去生命 所以还需要给予他该有的尊重 尽管他的意志并不清醒 但是他仍然还有人格尊严 所以还是对植物人应该有 适当的照顾和陪伴 现实的情况是很复杂的 我们面对一个人的生死 该如何做决定 这就回到我们几个月之前 谈到的做一个具体的判断的时候 要考虑的三个视角 第一个是处境 第二个是圣经的标准 还有一个我们内在的动机是什么 圣经的标准是让我们尊重生命 同时也告诉我们说生命的主权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的处境 家庭的状况 这个病人 医生给他的诊断到底如何 还有我们里面的动机 是不是真的出于对生命的尊重 出于对这个人的爱 出于对上帝主权的顺服等等 要检验我们的动机 考察圣经的标准 考虑我们的处境 当一个人离开世界以后就会有葬礼 那么我们该如何参加葬礼呢 基督徒的葬礼通常被称为是追思礼拜 信主的亲人离开世界 基督徒也会感觉到悲伤 但同时呢也会有盼望 甚至会有喜乐 我参加过好几次基督徒的这个追思礼拜 感觉都是有悲也有喜 但从整体的气氛来说 喜乐平安的这个氛围远远的大于悲痛的情绪 平安喜乐的这个情感会更多一些 甚至在我参加了好几场的追思礼拜当中 还都会出现笑场的这个情况 就是通常会安排这样一个环节 就是有些亲人来分享一些死者生前的一些故事 讲到一些很轻松的有趣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会很自然的开心的就笑起来了 这在美国的基督徒葬礼上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当然也会看到有一些亲人 谈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很感动 感动的掉了眼泪 但是抹去的眼泪继续的为这个人的一生来感谢神 但是总体来讲总是会带给人盼望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离开世界 他是与主同在比这个世界更好 将来我们信主的人在天上也会再见到他 所以不只是悲伤也会有盼望 我知道在我们国内某一些地方的地方教会里 不允许基督徒参加葬礼的时候哭 他们认为 哭这个好像是没信心的一个表现 或者是不符合基督徒的信仰 那这个规定其实不符合圣经 而且也影响了基督徒在不信主的人当中做见证 基督徒在葬礼上当然可以哭泣 可以掉眼泪 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主耶稣走到拉萨路的坟墓的门口的时候 主耶稣还哭了呢 圣经里有一节经文说耶稣哭了 圣经没有说基督徒参加葬礼的时候不可以哭 因为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上帝的形象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我们有感情 因为上帝是有感情的 所以他把这种情感的这种灵魂的功能也给了人 前几天呢 我家孩子养了两只小鸡 就那两只天天待在一起 有一天我把其中的一只小鸡拿到那个外面 另外一只小鸡找不到他的同伴了 他也不会哭 因为他不是人 他没有神的形象 但是人之所以是神 是因为他有神的形象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 人有感情 夫妻彼此相爱 父母和儿女彼此相爱 临舍之间彼此相爱 所以圣经里也要我们彼此相爱 这种爱可以反映出上帝的荣耀 而当死亡使得我们与离世的那个人暂时的分离 这也会造成感情上的悲伤 造成感情上的不舍 爱得越深 悲伤就会越深 这种悲伤是基于上帝造人的时候赋予人的感情的功能 如果一个人面对亲人的离世 他没有丝毫的感情的反应 仿佛一个陌生人一样 那反而显得太冷漠了 反而不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禁止基督徒在葬礼上哭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不符合圣经 所以当我们为了亲人的离世 掉下一滴眼泪 那一滴眼泪是一个见证 见证了我们内心的感情 而感情所承载的 是上帝赋予人的他的形象当中某一些特殊的功能 是其他的受造物所没有的 上帝把他赋予人 当人把上帝所赋予的这种感情 按照上帝的心意发挥出来 爱一个上帝让我们爱的人 然后因为那个人的离去 我们的感情被触动了 我们留下了那滴眼泪 那滴泪水 彰显了上帝造人的时候 赋予人的那种神圣的特质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那滴眼泪 从客观上反映了 神的荣耀 在各种各样的受造物的当中 唯有人 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 能够为他同伴的死去 而掉眼泪 但是基督徒不应该只是悲伤 我们可以掉眼泪 但是我们抹去眼泪以后 我们仍然可以对这个人的一生 心怀感恩 感谢上帝 同时我们心里面存着盼望 抹去眼泪 继续的赞美神 我们盼望将来 在天上跟他永远在一起 在基督里的盼望 可以安抚我们的悲伤 所以这种盼望 对我们显得很真实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绝望的嚎啕大哭 相反 我们可以给参加葬礼的 其他还没有信任的朋友 诉说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告诉他们 我们没有那样好得大哭 没有哭的那样的绝望 不是因为我们不爱他 而是因为我们知道 他现在与主同在 比这个世界更好 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信了耶稣将来 我会跟他再一次的相聚 那么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亲友的离世 我们该怎么面对呢 当一个人还没有信主 他就离世了 这的确也会令人很难过 但我们把这种悲伤的感情 转化成一个积极的动力 催促我们去为活着的人 竭力的穿福音 因为死去的人已经死了 我们身边还有那么多活着的亲人 还没有信主 我们把目光转移到他们的身上 而且对于那些死去的亲人 灵魂离开着这个世界 他们知道了关于灵界的真相 就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6章 讲的那个拉萨洛克财主的那个故事一样 那么他们一定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他们一定更加的渴望 活着的家人能够信耶稣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不信耶稣将来的结局 有多么的可怕 如果他活着的亲人能够信耶稣 那将是对他的灵魂最大的安慰 所以要竭力的赶快 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 活着的亲人朋友给他们传福音 前面我们就谈到了 如何面对亲友的死亡 但有一天我们也都会死去 除非主耶稣在我们有生之年就再来 否则的话我们也会经历肉体的死亡 那我们如何预备自己的死亡 来好让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亲人 不要受到我们的死亡太大的这种负面的冲击和影响 有几件事情 其实我们可以趁着活着早点就可以做的 首先就是我们可以趁早的立好遗嘱 在遗嘱中可以交代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你的财产如何分配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儿女因为财产分配的问题而反目成仇 闹家庭矛盾 所以立下遗嘱交代一下这个财产的分配 这个是对儿女的一个保护和祝福 如果孩子还小 父母还年轻 你也可以在这个遗嘱里面也可以写下来 万一哪一天我意外死亡了 比如出车祸死亡了 我的孩子由谁来抚养 如果我听说在美国 如果没有这样的遗嘱的话 父母突然间意外离世 在有一些州 好像政府可以把这个孩子的抚养权拿走 可能交给政府找的一些慈善机构来抚养 但是到底这个孩子归谁抚养 这个就不好说了 但是呢 父母如果生前就立好遗嘱 找好自己信任的人 一旦我们夫妻二人 意外事故 我们死了 我们孩子的抚养权就交给某某人 我们信任的人 我们已经托付好了 通常有一些律师 他们可以帮助写这样的遗嘱 然后在法律上让他生效以后 就可以以防万一 当然在遗嘱当中 也可以交代说 我死以后是火葬还是土葬 当然从圣经的原则上来讲 不管是土葬还是火葬 都不影响我们将来身体复活 所以土葬和火葬都不存在一个真理上的对错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 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情况来做考量 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就可以 当然遗嘱中可以交代很多很多的事情 只要不违背圣经的原则 你就可以把它交代清楚 我们中国人不太愿意太早的立遗嘱 好像都觉得说 要立遗嘱也是等到感觉年老了 感觉身体冥想快不行的时候才立遗嘱 但事实上不需要等到年老的时候 特别是当孩子还小 夫妻还刚生孩子没多久 其实就可以立遗嘱 因为谁也保不准哪一天出个什么交通事故或者意外 都可能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早点的立遗嘱并不是一件坏事 那我们中国人不太愿意立遗嘱 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不太吉利 其实这是一种迷信的心态 这种心态本身也就不符合圣经 其实正确的态度是 我们不知明天如何 主若愿意我才可以活着 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主权不在我手里 是在神的手里 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无法掌控 明天是不是我能活着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掌管一切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的迎接 明天发生的所有的可能性 包括死亡 而且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与主同在好的无比 所以这不是一件令人觉得不吉利的事情 所以我们摆脱那种迷信的 急凶的那种心理阴影 从圣经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 为了避免我们意外死亡 给孩子带来太多的负面影响 把这个负面的冲击 把它缩小到最小的程度 所以提前立好一些遗嘱 这反而是一个智慧之举 当然也有人会问我们可不可以买人寿保险 那在美国买这个人寿保险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我知道有一些的家庭 他们买人寿保险 然后因为意外事故 其中一个家人离世 剩下单亲妈妈带着孩子 从人寿保险这边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供应 来维持生计的确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但是呢 这就需要我们考察这个保险公司 它的背景到底是否可靠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趁着活着 把福音留给我们的孩子 留给我们的亲人 不仅用口头传讲 也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福音的美好 趁着我们还活着 我们追求生命的丰盛 结出生命的果子 让我们的亲友看到 哇 这种生命令人羡慕 我也愿意信靠他所信靠的耶稣 我也愿意得到他所活出的那种丰盛的生命 这是我们在死亡之前 留给我们的亲友最好的礼物 好 最后给大家两个作业题目 第一 根据圣经 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生死观 大家可以总结一下 第二 如果将来有一天 我们面对家人病危 我们应该持怎样的态度 好 下一课我们继续谈实际 我们会下一课讲不可兼淫